首先讲一下它的鞋带 这个小背夹呢 别看它简单 其实你看这个美国品牌 蜘蛛啊 蝴蝶啊 正常日用的 都是这种简单的 没有把那个背夹做出的后装 这种背夹用起来好用 不管是拿出来 还真正卡住 在里边都是说过的 好 都没有问题 固定是非常牢固的 然后是咱们 好 还有一个定位呢 其实它是一个拆外地的 日用啊 钓鱼啊 这种轻量化的使用 但是说这样的使用视频 拍出来没有意思 对吧 咱们这种场景 大家都会 都会去用 咱们生活中用得到 咱们玩一点 大家生活中还是用不到的吧 玩一点这个正常的使用方式 咱们还是 是 走样子 生点火 生一生火 好点的 后来生火 像这种比较轻轻的折刀 比较轻轻的折刀 或者说比较短的那种刀 你在后边去这样批判 你怎么批判 它都是用不太长劲的 要想批判有劲 还是得厚大一点重折 所以就要用到 所以就要用到背锹了 这样子背锹的话 即使是一把小折刀 它都能够 把它用得很好 那这个钢呢 它是什么钢 它这个瑞典的 14C28N 这个钢材 它是比较适合 虽然说它是不锈钢 一般来说不锈钢在户外 是相对差一点的 没有碳钢红 但是呢 它这个钢材 跟这个12C27 那都这吧 12C27 就是莫拉的钢红 12C27的级别 是低于这个14C28N 所以说这个东西 它比莫拉在户外的表现 还要好 别看它这个折刀 它用这个钢材不差 而过莫拉的行为 这边应该是比较不差 就它是有吃长验证 它那是螺丝屁 就是螺丝的事 这螺丝 螺丝就是把它劈开往下 这样没磨的 好想 这一只螺丝屁 直接从侧面来洗皮 太冷了 还真太冷了 北方这边进入冬季中了 哇 这非常难呆的 没瓶断 考虑以后拍视频 是不是要配个手套的 没钱 买不起手套 所以现在我拍视频 就得拍这个生火器材 不是说生火怎么怎么样 是真的是冷 有个人 小岝看着我还是有点吃力 所以说它不是这个锦位 那就是水视频没意思 我都拍点大家用的少的床 给大家看一看 你这边视频里边也告诉我 说那个你别这个树着纹切 对吧你这边切 其实没影响 其实没啥 他这边他再硬再拧 还是不是木头对吧 木头他跟那种高兴红的那个 现在的眼睛刚才比较 这差的一点半点太多了 有个钉子 帮个钉子 这小刀在外面砍这个木头 你随便砍 但是不要碰这个金属贝壳玻璃 这玩意儿碰不得 这种平安材料太结实太硬了 要不然挑战一下玩木方形态了 这有点蛋糊 来来来来 我换个角度等一下 我换个角度 可以了 然后刚刚你在那里 不然到底用什么 不解锁 你们就觉得 手下按住 一滴走好处就是这个 你可以在使用的时候按住锁 只要锁定还在 那他肯定是不会回弹的 所以如何正确使用刀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你用的时候 你没有按住锁定 那他可能 会有正确的 你用的时候 会有正确的来使用 然后排到那里 中央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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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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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相对一般的 因为这种小刀就是切割 这并不是说它的设计有问题 也是说它的定位就是这个 就好像你去拿一辆跑车去越野 这是不对的 这种小刀它在砍的时候就不好用 然后咱们下一期介绍平衡 那种5毫米后重型平衡 那个尺寸用来像小狼头一样 很好用 这种刀就只能是垫个东西被敲 然后那种比较重一点的 你就可以正常的借助它刀具本身的力量来发力 好了今天视频到这